而这外六室在选房制产时 也常用来对周遭环境做判断依据 不过有外六室也会有内六室 内六室就是包括这个门 睡床 还有这个所谓的瓦斯炉 然后在最早以前的话 有那个你知道叫碾膜 就是我们磨那个豆腐磨豆浆的你知道吗 对 然后呢另外两个就是客厅还有名堂 演变到现代同样有了改变 我回到家之后我最常待 待时间最长的可能是我的书房 可能是我的睡房 那又或者是说呢 可能是客厅 我们就看 只要在家里面待越长时间的地方 它就是你们家的内六室 那这个家里面的内六室 不管哪里一定要尽可能的 保持干净整洁明亮 这样子就对了 我们下期再见